姑娘为报答姐姐的救命之恩 毅然决定代替她嫁给恶毒将军 因此她故意大闹婚礼搅黄婚事 称姐姐不但抢走了她的夫君 还使得贪慕虚荣的骗子 自己才是未来的将军夫人 抢走了我的夫君与亲事 还敢带着华冠穿着华服招摇 察觉出了妹妹的目的 凤瑶满眼含泪让她赶快离开 谁知妹妹却无动于衷 大婚当日闹了这么一出大戏 将军一怒之下当场取消婚礼 并且下令将两人全部抓起来 等到宾客离去 将军再次找到两姐妹 如今她已经成了别人口中的笑柄 还不如她将两姐妹都娶了 这样还能挽回一点自己的面子 这让凤瑶不能接受 拿起藏在袖中的簪子就往将军身上扎去 可刺杀乃是死罪 莫喜急忙拦住姐姐 夺过簪子对准自己 她要跟将军谈判 这又是哪一出 莫喜闻言当即以姐妹俩的性命为妖邪 要么将军接受自己代价 要么她就和姐姐一同赴死 要么一个活人 要么两具尸体 我们俩 你选吧 看着莫喜为自己做的一切 凤瑶顿时泪流满面 她早就听说将军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毒 若是谁嫁给她 那就等于跳入火坑 可莫喜心意已决 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这让一旁的将军 也对这个小女子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当即答应了莫喜的条件 让她换上凤瑶的嫁衣 今晚就举行大婚 等到将军离开 莫喜终于神情一松 只要能让姐姐幸福 她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很快莫喜换上嫁衣来到了喜堂 就这样麻木地跟将军成了亲 随着喜娘的一生里程 莫喜正式成了将军夫人 将军看着她闷闷不乐的模样 不顾还有宾客在此 就带着莫喜回到了婚房 虽然莫喜并未给她好脸色 可将军还是亲自为莫喜梳洗 并贴心地将人拉到洗床上坐下 等服侍的人离开房间 两人之间的气氛瞬间变得尴尬起来 而刚才还冷着脸凶巴巴的将军 像是变了一个人 屁股一挪就想亲吻莫喜 谁知却被无情拒绝 这让将军有些不悦 再次提醒对方是自己夫人的事实 可莫喜怎会让她得逞 声称她身上的酒气太熏人 这让将军若有所思 当即起身准备离开房间 你去哪儿 你不是嫌弃我吗 我沐浴 莫喜闻言大吃一惊 没想到将军竟如此的好相处 但随即她又开始担忧起来 趁着将军还未回来 莫喜便拿起桌上的剪刀藏在了枕头下面 以备不时之虚 还不等她想好如何应对 肚子却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 天大地大吃饱饭最大 莫喜决定先干饭 片刻后等将军沐浴完回来 刚推门就看到莫喜狼吞虎咽的模样 这让她心里偷笑 对眼前的姑娘更是喜爱 立刻端了一碗汤递给她 谁知对方宁愿噎着都不愿喝汤 这让将军无奈起来 不禁怀疑自己就这么招人怕 看着如此可爱的新娘 将军的心都快化了 随后亲自倒了两杯酒要与她共赢 这让莫喜成功怀疑将军是想把自己断罪 听着对方防备的话 将军十分无奈 挽住莫喜的手这才顺利喝下去 所有的仪式一步不落 将军委婉地表示还有最后一步 这让莫喜吓得瑟瑟发抖 你可怕如此的惊恐 将军说完让莫喜做好心理准备 早在她选择代价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这一点 紧接着将军就将人抱起 谁知还未有所动作 将军便摸到了枕头下的剪刀 洞防花主眼 你要谋杀亲夫 莫喜闻言结结巴巴地解释 自己只是防身而已 这让将军无奈起来 察觉出莫喜不愿与自己洞防 将军像是小孩子一般将她推出了防外 自己从不做强人所难的事情 可是片刻后 将军便开始心软起来 害怕莫喜在院中受冻 将军便拿着披风找到了她 称自己可以让出房间 并会等到莫喜愿意的那天 看着将军离开的背影 莫喜心中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没想到传闻中的恶毒将军 还有如此的一面 就这样 莫喜在房间美美地睡上了一觉 谁知天刚亮 将军就捏手捏脚走进了房间 看着莫喜的睡颜 将军不自觉地露出了宠溺的笑容 谁知下秒莫喜醒来 看着近在咫尺的大脸盘子 她吓得立刻坐了起来 这让将军十分纳闷 自己虽然年龄大写 却不是洪水猛兽 为何莫喜会如此惧怕自己 随后将军让莫喜赶快梳妆打扮 让她静一下将军夫人的职责 这让莫喜瞬间有些反感 谁知将军就只是想带她去见自己的手下 拉出将军夫人的气势 让她好好管理将军夫 一听到这里 莫喜瞬间明白了什么 站起身开始扭腰摆胯 并询问将军自己这样 是否有将军夫人的气势 这让将军一言难尽 赶快转移话题 让她好好梳妆打扮 看着将军离开的背影 莫喜妈妈咧咧地做了个鬼脸 却不想将军突然回头 这让莫喜急忙收回表情 看着如此鬼灵精怪的莫喜 将军并未责怪反而宠溺一笑 很快莫喜便梳起了已婚女人的发迹 跟随将军去见她的手下 看着莫喜吞吞吐吐的样子 将军让她有话直说 莫喜便直接问出了心中所想 将军是否是真的想娶自己 为了让莫喜定下心 将军当即为她解释 当初她本来要娶的人是凤瑶 可两人本来就没有感情基础 后来莫喜大闹婚礼 自己便一眼就看上了她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拖辣的小娘子 看到将军笑得像是个傻子 莫喜隐晦地表示强扭的瓜不甜 谁知将军毫不在意 他觉得凭借自己的帅气容颜 让一个小娘子钟情自己 还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眼看到了时间 莫喜便准备起身 谁知还没站稳就崴了脚 这让将军急忙将人拉住 看着莫喜心神不明的样子 将军立刻霸气发言 既然莫喜嫁给了自己 那她的心中今后只能有自己 等来到将士们的面前 将军郑重地介绍了莫喜 见将军新婚头一天 就有了怕老婆的趋势 将士们一阵哄笑 将军文言也不恼怒 反而心里无比的甜蜜 看着将军平衣近人的模样 莫喜也在此刻对她有了改观 这天将军带莫喜出门逛街 谁知还没走两步 就有百姓来感谢将军 经常为他们修缮房屋的善行 看着男女老少都对将军十分爱戴 一旁的莫喜顿时大吃一惊 没想到将军如此和颜悦色 随后两人来到街边吃小吃 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 将军也不禁回忆起了从前 她从小就是个父母双亡的野孩子 从小兵做起这才一步步走到今天 这让莫喜感同身受 不禁向将军讲起了自己对凤瑶的特殊 原来在莫喜七岁时就被重病的母亲 托付给了白家 从小受尽了苛代 只有凤瑶待自己好 几次三番地在危难时救她 从那时起莫喜变发时 她绝对会一生护着凤瑶 看出莫喜是个有恩必报的姑娘 将军立刻问出了心中所想 如果我也这么护着你 对你好 不让任何一个人欺负 你会不会记得我这份好 愿意留在我身边 看着将军深情的眼神不像作假 莫喜不由地看呆了 却并未回答 她还没有理清楚自己的内心 这让将军有些失落 随后赶忙带着莫喜去看戏法 可台上的把戏丝毫引不起莫喜的兴趣 这让一旁的将军看在眼里 急忙表示等会儿的波斯戏法才是精彩 得知将军小时候为了养活自己 经常在看戏法的管子里打砸 莫喜也不由地心疼起来 手不自觉地想要安抚 这让将军愣了神 还为有人如此温柔地对待自己 等到两人反应过来 不约而同的有些尴尬 气氛也变得微妙起来 本以为生活就这么继续 这天莫喜正准备出门 就被一个家丁打扮的人叫主 表示凤瑶出了事 莫喜闻言哪里还能做得住 当即就要跟人离开 谁知被将军一刀拦住 莫喜见状大骂将军草戒人命 谁知对方却让他去看看男子手中的东西 见对方的手里攥着家料的布 莫喜这才知道自己冤枉了将军 还不等他道歉 将军突然昏倒在地 这让莫喜慌了神 急忙呼叫军医整治 原来在几天前的战役中 将军不小心中了毒箭 为了不让莫喜担忧 这才没有说明 看到将军终于醒来 莫喜这才放下心 在一旁贴身照料 见莫喜担忧的脸色都发白了 将军立刻安慰他 若是自己死了 并会帮他想好后半生的日子 可在他结束生命之前 最想知道的事情 就是莫喜的心中到底有没有自己 这让莫喜下意识地反驳 心里却还是忍不住担心对方的病情 看着将军注视的眼神 莫喜急忙夺门而出 心中乱得像是麻团 他不得不承认 自己好像早就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将军 这边将军即使犯病 还是不顾身体操持着军事 这让莫喜十分担忧 在一起了一个大早 为将军端来烫药 见莫喜心中还是有自己的 将军心中忍不住的窃喜 可看到莫喜明明在意自己 却装得冷漠的样子 将军便有了逗弄他的想法 故意装胸口疼痛的样子 这果然让莫喜急了 立刻吩咐侍卫去叫医师 有了这番验证 将军像是吃了糖的小孩 见对方逗弄自己 莫喜顿时有些气急败坏 但看在对方有病在身的份上 莫喜还是决定不跟他计较 深夜莫喜熬夜在做女工 不料丫鬟突然来报 表示敌军来袭必须立刻离城 得知将军还在前线作战 莫喜只能先离开不做他的雷坠 经过了一夜的奔波 将军也顺利找到了莫喜 两人正准备离开 谁知敌军却追击上来 两方人马很快打斗在一起 将军本就身上有伤 不是敌军的对手 但为了莫喜他并不打算放弃 看到马上的莫喜被剑划伤 将军不顾伤势带着他逃离了此处 见莫喜清醒过来 将军这才松了一口气 如今自己败了战役 是生是死还是个定数 为了不让莫喜跟着自己受苦 将军便主动表示 自己会给莫喜一张和离书 反正当初莫喜也是被迫才嫁给自己的 这下刚好如了他的意 莫喜闻言没有丝毫欣喜 反而想起了跟将军在一起的点滴 再次确定了自己的心意 莫喜瞬间便开怀了 他是绝对不会离开的 见天空下起了雪 莫喜的心情前所未有的好 可将军却很疑惑 为何自己战败莫喜还愿意跟着自己 娘子我乐意 话音未落 莫喜第一次主动献上一文 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心意 这让将军十分开心 可他怕拖累莫喜 不禁劝说让他离开 这让莫喜有些恼怒 拉起将军的手就咬了一口 从今往后 将军去哪他就去哪 若将军是逆党 那自己就是逆党的妻子 听到这里 将军只觉得此生无憾 他定会拼命抵抗敌军 跟莫喜过之前平静而幸福的生活 两人意外被捆绑在一起 现在却成了彼此的依靠 缘分就是如此奇妙 神秘又让人沉醉其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